台北市新生棒球场过去是全国青少棒的比赛场地 有不少的国中小学选手也会在这里练球 而最近为了要迎接全国原住民运动会 台北市体育局花了1050万元 进行整修 但却有明代发现 牛棚因为场地的限制 距离外野的界线是太近了 加上柱子也没有安全的防护 严重的影响到球员的安全 痛批根本就是新竹棒球场的翻版 当球员在防守的时候 他一定是一直看着上面 往外冲往外冲往外冲 他不会去注意到旁边的任何东西 当他办到这个东西 直接撞下去的情况之下 我想他的肩膀等等的 一定会受到很严重的受伤 台北市医员陈炳甫 模拟球员接外野球 人退到界外线不到一公尺 立刻撞上栏杆 仔细一看 这里竟然是投手热身的牛棚护栏 表面上有软垫 但真的有保护力吗 三公分后的软垫 无法承受球员撞击力道 里头竟然还是卷起护网的卷网器 下方底座还突出一块 球员在这里比赛 根本暗藏危机 这个球场是属于青少棒跟少棒在使用的 这些小选手们 他们才要开始他们的运动生涯 结果可能在这边 因为这个主示者的不用心 造成他们的伤害 运动生涯从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 那他们说用两三公分 我说两三公分的这种防撞垫 说实在的 比报纸强不到哪里 对选手是一点保护作用都没有 台北市新生棒球场面积不大 牛棚和外野线距离无法拉开 体育局花了一千零五十万元整修 要为明年全国原住民运动会做准备 但接近完工却发现问题百出 市员王洪威形容 有如新竹棒球场翻版 如何保障球员安全 这个是全雷打版嘛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把它延长 否则的话你这个牛棚设计 设计出来最后再真的 在球场上 那可能反而造成我们球员的受伤 在两座牛棚的外侧的外援的防撞墙 目前也都已经纳到工程里面 我们预计要实作 针对议员质疑 体育局承诺比照全雷打墙的防撞墙 一路延伸到牛棚将整个外围包住 最快8月20号前就能完成 确保球员在比赛时的安全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台北市双语教育 持续吸引更多的学校 以及师生投入 在111学年度将累积78所的学校 占整体国中小学约38% 而今年第三次和澳洲国际教育处 进行暑期线上的双语研习课程 共有100名的现职教师来参加 透过课程演示 提升老师现场双语教学的能力 也营造多元的学习环境 和澳大利亚昆斯兰州教育部 国际教育处 进行暑期跨国线上双语 进阶研习课程 目标是提供现职教师 优质双语学习机会 台北市教育局依参语教师 分学层与领域进行分组 包括国中、国小艺术、体健与生活领域 各进行4天共12小时线上增能研习 共计有100名现职教师参加 澳洲教师们从教案规划 教学方法、活动设计 教材制作及学习评量 同时透过课程演示 让参与培训的老师 能学习各领域的双语教学知识与能力 更有助于现场落实双语教学 营造丰富多彩的学习环境 教育局期待从双语教育论述 语言能力、实质教学 来培养老师专业知能 用稳健踏实的步伐 让台北市双语教育能更加蓬勃发展 记者游祥婷台北采访报道 而福联盟在2004年 发起小舵手助学计划 发掘逆境与偏乡家庭的孩子 一般课业以外的才华 而18年来持续赞助338位的学生 进行课后的学习 今年特别邀请乐坛创作才子 维里安来担任代言人 呼吁大众支持小舵手助学计划 清秀的脸庞落落大方的吹奏长笛 一旁的好姐妹也弹奏着吉他 洛洛跟嘎嘎两位女孩 都是儿福联盟长期关怀的弱势孩子 让他们参与了小舵手计划 学习课后才艺 看人家弹吉他边唱 边自然自唱这样 然后觉得很帅 然后就去学吉他社 后来妈妈一开始就很反对 然后到后面就是叫我 唱他想要听的歌这样 然后妈妈就支持我 只有社工找到我就说 他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继续学 然后我就把我抽空时间都拿来学这个 然后爸爸也很支持 儿福联盟从2004年开始推动 小舵手助学计划 18年来持续赞助338位 来自逆境与偏乡家庭的孩子 学习课后才艺 今年特别邀请乐台创作才子 维里安担任代言人 除了教导洛洛跟嘎嘎音乐 还共同拍摄宣传短片 我们需要跟多人家加入 我们小舵手的计划 刚才影片确实是觉得 然后赶紧赞助工作 啊爸爸支持这样 我觉得 我们甚至有遇到一些裁判老师 是很投入的 他是主动自愿来接送孩子 因为家长的困难 所以我觉得这是 不是说只是付学费的问题 是怎么样能在怎样 怎样的安排 让孩子可以顺利的持续的 去学习他的才艺 而福联盟认为 每一次学习都是弱势孩子 改变未来的机会 每个孩子各自拥有 不同的潜能跟强项 唯有针对个人特质 适性栽培 才能让出生逆境的孩子 掌握翻转人生的所要 受到疫情以及经济的影响 有许多人过得相当的辛苦 但还是有热心公益的民众与团体 在各地帮助弱势民众 像是已经成立了28届的 台北市大安区民俗委员会 集合企业与地方士生的力量 长期以来举办各式的 城乡交流以及慈善的活动 将正向的能量 传播到台湾各个角落 在大安区民俗委员会 联谊感恩参会上 成员一一从台北市副市长 黄珊珊手中接下感谢状 包括台北市客委会主委徐世勋 立委吴志刚等等 中央跟地方及明代 纷纷齐聚一堂 大伙都竖起大拇指笔赞 肯定民俗委员会 在全台湾走透透的正向力量 十几年来我们每年捐的三个乡镇 有捐赠百米 每个乡镇工作1200斤的米 还有一些活动 我们都转送给当地的弱势族群 就是每年有办奖学金 还有过年前办春节会好 爱心兼血 免费健康等等活动 由地方政府主办 原本是为了矫正农业时代的社会剧赌 酗酒等等生活陋习的改善民俗会 将近三十年过去 仍是社会人心的重要力量 包括清函奖学金发放 若是家庭物资捐助等等善举 不论城市与偏乡 都能见到民俗会成员的身影 每年大概就分着三个 一个原住民 一个客家乡 一个就闽南乡镇 所以我们就是用三个族群来区分 比方说到屏东马家乡 内补乡 竹田乡 还有到高雄的湖内 很多的这个比较小的乡镇 我们都参与 即使目前疫情仍持续延烧 但民俗会成员们关怀弱势的脚步 依然不停歇 未来大家仍会将充满爱的正面温暖力量 以及富而好理 乐善好施的大恩精神种子 持续传播到各地 记者顾三勇 台北采访报道 为了要行述城市的亮点与商圈的特色 新北投的温泉商圈 今年首度以女巫为主题 推出北投女巫魔法节系列的活动 包括镭射光雕袖 在地人文团体表演 地热谷导览等 从几日起到9月4日 也欢迎大家跟随女巫的脚步 加入北投魔幻夏季派对 魔术师施法让小圆桌仿佛失去重力 在空中悠游飞舞 随后又从空箱子里 把台北市长柯文哲给辨了出来 只见他身着披风 手持发杖 为第一届北投女巫魔法节活动揭开序幕 北投当然是温泉最有名的 不过一个观光圣地也不能一年四季 只有一季 只有一个冬季赚钱 其他季还是要赚钱 所以就弄了这个在夏季 旅游旺季来弄这个 北投的这个魔法节 女巫魔法节 这个请大家来探索 北投的美丽跟好玩的地方 为了进一步行销北投 行速城市亮点 除了冬季闻名侠儿的台北温泉季之外 今年夏天新北投温泉商圈 首度以女巫为主题 推出一系列行销活动 邀请大家一起来北投体验奇幻氛围 感受传统与新潮兼容并蓄的文化内涵 Bottle就是我们原住民凯达格兰语的 巫师的意思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们举例了非常多 我们北投温泉的女巫的故乡 除了可以到北投公园观赏女巫 雷射光雕主秀 寻找AR女巫合影留念外 还能在七星公园欣赏在地人文团体表演 此外每周历假日还有不同主题派对 新北投站周边场馆也配合延长营业时间 到晚上八点 主办单位欢迎大家来北投 和女巫一起度过最魔幻的夏日时光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报道 接下来请看生活看板 关心近期重大活动讯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